一片沙漠中處理著幾棟高樓大廈 尤其正中央最高這棟 是埃及新首都中央莊墓區 占地50.5萬平方公尺 高385公尺 非洲第一高樓已經封定 非洲第一高樓是中國大陸央企 中建集團蓋的 整個建造埃及的新首都計畫 本省政府提供30億美元貸款 出動國家隊幫埃及蓋20棟商辦大樓 北京會這麼大方 因為埃及是一帶一路的參與國 埃及不僅因為蓋新首都行政區 向北京舉債上億美元 還有貿易逆差超過165億美元 從2018年開始 CBD has been in normal progress even in the most tense times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rogress rate was reduced but the construction never stopped 從2018年開始 北京投資北非跟中東地區 超過281億美元 而埃及被美人設點名 是濒臨破產的國家 新首都華麗登場 也代表出錢出力的北京當局 正擴大在北非的影響力 TU-CYON 看上傳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